欢迎回来 这里是2020年环球网校 一级建造师项目管理的 考点金讲班课堂 我们现在在讲解的是 教材第一章 组织与管理的内容 我们 我们即将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第二节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那么本节的知识框架呢 主要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关于项目管理的内涵 还有一个是项目管理的类型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上一节中间 我们曾经讲到过的这样一张图 那么 现在呢 我们截取的中间这一段 是14阶段 也就是项目管理对应的这一段 相信大家已经记熟了 五个分阶段 两个设计 一个施工 一个动用 一个保修 再次强调 在设计准备阶段 有一项产物 叫设计任务书 千万不要混淆到初步设计中间去 我们的14阶段 我们的14阶段是我们项目管理的对应的阶段 从项目的开始到项目的完成 是我们14阶段的整个一个过程 也就是项目管理的一头一尾 从项目开始到项目完成 好 关于项目管理的内涵呢 要强调这么几点 一个项目管理的时间范畴 14阶段 第二个项目管理的手段 两个词 项目的策划 项目的控制 那么在整个教材中间呢 控制的权重和比例 要远大于策划 所以我们讲项目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 费用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稍微和前面联系一下 这三大目标 咱们在学工程管理的时候说 是在项目的决策阶段 决策的时候 他已经给它定义下来了 而我们项目管理 是要去实现 这个三大目标 因此接下来一个 大家重点掌握 这是一个重点知识点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目标控制 好 见走偏锋的内容 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表达费用的时候 一组方往往称为叫 投资目标 一组方称投资 而施工方往往称为叫什么 叫成本 好我们来看这样一道例题 编制设计任务书 是项目什么阶段的工作 显然是设计准备阶段的工作 这个要分清楚 那比较容易搞混掉的 就是跟初步设计打乱掉 我们一定要清晰 不能乱 这里是设计准备 好 简单的说一下 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区别 大家看到工程管理的这个整个设计的阶段 有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14阶段和使用阶段 而项目管理仅仅是中间的一个14阶段 这就是一个区别 时间范畴上 项目管理从头到尾都在什么 14阶段里面 核心任务 那么我们前面学过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增值 既为建设增值 也为使用增值 而项目管理 刚刚强调了 我们的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三大目标的 目标控制 费用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目标控制 非常重要 是它的核心任务 两者的关系 工程管理是全寿命周期 而项目管理是它这个寿命周期 中间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14阶段 所以项目管理其实 是从属于工程管理的一个部分 是工程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简单的小结一下 这个就是在教材的前后内容 学完以后 给大家做个提升 好 下面看这样一道例题 关于项目管理和工程管理的说法 准确的是 A 工程项目管理的时间 是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全寿命周期对着工程管理 而项目管理对着14阶段 所以A上来就错了 前后不匹配 B 工程管理的时间 是项目的14阶段 错了 不是工程管理 而是项目管理的时间 是项目的14阶段 C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为工程建设增值 有偏差 因为我们讲的是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既为建设增值 也为使用增值 所以显然 胆地 才是我们真正要选的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目标控制 那么这样一道选择题 非常有价值 它可以把大家刚才学过的内容 进行适当的梳理 A错在 项目管理和全寿命 这个匹配度 不对 应该是工程管理 和全寿命进行匹配 B错在 这个工程管理的时间范畴 和14阶段匹配 配不起来 工程管理配的是全寿命 项目管理配的是14阶段 C 那显然用错了一个词 应该是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为工程的建设 还有使用真知 非但建设 还有使用真知 好 显然 D是对的 那么显然这句话呢 是一个经常性的考试内容 单是D 好 我们进入到这一节的第二个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 同学们 评上的这张表 实际上包含了书上的 大约五到六页的内容 因为书上是一个一个展开来说的 我们现在放在一张表里面 其实你把课先听好了 回过去再到书上去找 把它一行一行的滑下来 我们首先看的是 我们的五方管理 业主方 实际方 施工方 供货房 项目总包房 简单的理解一下 一组房 人家有钱 他掏钱 花钱来建房子 建路 建桥 这叫一组房 也称为叫建设单位 实际方 他来出卖自己的技术智慧 他来帮助画图 实际图子 施工方 买苦力的 替人家 干活 拿了一组方给的钱 拿了设计方给的图子 去把它从图子变为一个地球上的食物 这是施工方 供货房呢 你可以理解 他是要贺 卖材料的 我的材料要吧 我的设备要吧 好 那么项目总包方 这是大家在学习的 尤其是非本专业同学 在学习的时候 第一个 拦路的 一道坎 项目总包方 他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实际和施工 两者的结合 同时 他有时候可以是实际 采购和施工的 三者的结合 我简称 他叫二合一 或者三合一 而这个概念 非常容易和另外的一组概念 碰车 就是这里叫什么 大家看清楚 叫项目总包方 我们后面经常会讲 施工总包方 施工总包管理方 那么这个呢 非常容易和这个概念打架 大家一定要 一开始就搞清楚 项目总包 他最大的特征 他是带着实际一起来的 实际加施工 实际采购加施工 而施工总包方 他纯粹就是施工 纯粹就是施工 包括施工总包管理方 他也是施工 这里面实际上有个小知识点 就我们讲的施工方 实际上包含了施工总承包方 施工总承包管理方 以及施工的分包方 那这是第一个 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张表 从左到右 然后呢 我们先介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个目标 有什么区别 大家看到一组房 他主要是投资目标 那么和一组有类似说法的 大家一定要找出来 就是施工方 他也有投资目标 项目总包方 他也有投资目标 在这五家中间 能够说到投资的是三家 一组设计和项目总包 但是一组是纯说投资 设计他不是纯 因为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成本 项目总承包方 他也不是纯说投资 因为他还有成本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里的 服务主体上的讲法 一组呢 只为一组房 只为一组的利益而服务 而其他各方 包括设计和项目总包方 他除了自身的利益以外 自身利益就是讲 自己干活的成本 所以你看设计方有成本 项目总包方也有成本 对吧 他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呢 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什么呢 项目的整体利益 那么这个就体现在 整个项目的投资目标上了 所以业主方 要有投资的说法 设计方 要有投资的说法 项目方 项目总成包方 也要有投资的说法 投资是三家奖 一家纯奖 还有一家是复合奖 这个设计和项目总包 是既有成本又有投资 好 这个知识点的反复的滚动 然后呢 讲到利益 大家也看到了 一组方 就是一组利益 其他各方 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供货方 一方面是供货方 自身的利益 还有一个 供货方 对项目贡献 一个整体的利益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他的设计的阶段 其他人注意 实际上 我们从整个项目管理来讲 这五家人家 基本上都是要局限在14阶段 因为项目管理是在14阶段 但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妖儿子 是这个施工方 他教材在讲的时候呢 并没有确切的用14阶段 这个词来表现 他是分开来说的 设计事工动用保修 但是其他的另外几家的 他其实都是 用14阶段来表述的 好 那么这里面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这五方 他的主要的项目管理 主要设计的 大家看清楚 题目是主要设计的是哪个阶段 那么业主和项目总包 大家看他有共性 一组和项目总包 都在什么 都在整个项目管理的 14阶段上 从头到尾都占权了 都占权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设计方 请注意 它的主要在什么 设计阶段 施工方 它的主要在什么 在施工阶段 这个不难 你根据这个标题 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想到 设计主要在设计阶段 施工主要在施工阶段 但是非常难的一点 也就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就是供货房 供货房 它的主要阶段 供货房也涉及到整个设计阶段 但它主要射中在哪个阶段呢 施工阶段 好 同学们这张表讲完了 这张表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教材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第五页到第十页 这个之间 有五大标题 业主设计供货 工程总包 然后施工 五大标题 这个将近有五六页子 讲的内容 我们把它整理成三个考试大方向 第一个考试大方向 利益 利益 考的是这个关键词 利益 那么再强调一遍 一组方是一组利益 其他各方是自身利益 加上整体利益 那么第二个大考点呢 是讲的是涉及的主要阶段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就是涉及的主要阶段 那么一定要强调 这个 业主和项目总包 它是完整的设施阶段 而设计施工 都侧重在自己的对应的阶段 设计对应设计阶段 施工对应施工阶段 特别要小心考试 供货方对应的是施工阶段 这是第二个考试点 第三个考试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目标的问题 目标的问题 同学们要注意 有投资的是三家 业主方 设计方 项目总包方 但是设计方和项目总包方 它是成本加上什么 投资 而业主方是纯投资 剩下来的 大家看施工方 以及供货方 施工方 以及供货方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成本 这里可以讲句小笑话 就是我们的供货方 有一点像施工方的 跟班小弟 施工方说 我主要在施工阶段 这个跟班小弟啊 这个供货方 他也说 我主要在施工阶段 你看口吻一字 然后倒过来 施工方说 我讲成本 供货方说 我也只讲成本 这个是形象的 给大家做比喻 好了 大家看这张表 非常重要 因为它在教程上 篇幅也占的比较大 基本上每年的话 都有考试题 产生于这样一张表 大家一开始学的时候 可以先把老师讲的这张表 搞得清清楚楚 然后再第二遍 回到书上 一定要做有心人 我们学习要勤奋 要刻苦 回到书上 把老师讲的这些要点 通过看书 一行一行看书 把重点再画出来 再去仔细体会一下 好 一些小的地方说明一下 一组方的项目管理 一组方是整个工程的 总集成者 总组织者 是项目管理的核心 注意 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核心 说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四个字 目标控制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一组方是项目管理的核心 好 同时一组方三大目标 费用目标 是投资目标 总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 这里要搞清楚 是动用目标 是交付使用目标 然后我们在这里学一下 一组方的项目管理的质量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后面第四章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么叫项目的质量 因为一组方关心的是整个项目的质量 什么叫整个项目的质量 你看它包含了施工的 包含了设计的 同时更重要的 它是包含了材料和设备的 在整个项目来讲 它还包括了将来的运行运营的环境质量 这是一个大质量的概念 顺便说一下 你施工的质量目标呢 那肯定没有设计 但是施工的质量目标 除了施工本身的质量以外 还要考虑材料质量 还要考虑设备质量 但是肯定没有这个运行运营的环境质量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如果问施工质量目标 那么有分部分向工程的施工质量 施工质量 同时要兼待的说 材料质量和设备质量 而这里讲的质量目标是 整个项目的质量目标 它包含了施工 包含了设计 包含了材料 包含了设备 以及包含了将来的环境质量 质量当然要满足一组的要求了 好 再说明一下 建设项目总成报方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图上讲的项目总报方 它或者是设计加施工 所以称为叫递加币模式 或者是设计采购和施工 综合称为叫EPC模式 这两个单词呢 要了解一下 第三问题 是在这个大约在教材第五页到第十页 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考试的一个问题 就是指定分包归随管理和服务 一组指定的分包 我们简单的说 归施工总包管理和服务 归施工总成包管理方管理和服务 因为这两家施工总包或者施工总成包管理 它是代表了施工方的 指定分包由一组指定 但是要归谁管归施工总包管 或者归施工总包管理管 那么因此施工总包和施工总包管理 是要负责合同规定的供期目标和质量目标的 这个概念在第一章 一开始讲到这五家人家的时候 就把它要说清楚 那么下面是一个难点的内容 就是我们三大目标中间 从施工总成包或施工总成包管理的角度来讲 它有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我们不讨论了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成本目标 它的成本目标 实际上是根据生产经营自己定的 特别是分包的成本目标 是由我们的企业内部自行确定的 而供期目标和质量目标 大家看是由合同规定的 所以这两点提示点 上下大家结合起来 三大目标的来龙去脉就搞清楚了 供期目标 质量目标 是跟着合同走的 合同给你规定的 而成本目标 我是自行定义的 自行确定的 好 我们来做一些选择链系 一组方项目管理的目标中 进度目标指的是什么 指的当然是交付实用 项目动用目标 所以是A 看第二个题目 关于施工方项目管理 请注意 题目明确讲的是施工方项目管理 A 可以采用工程施工总成包管理模式 工程施工总成包 工程施工总成包管理 包括工程施工的分包 这都是施工方的范畴 所以这个A 肯定是对的 那么我们看B 错了什么问题 项目的整体利益 和施工方本身的利益 是对立的关系 这里少了 一个说法 是对立和 统一的关系 我们强调对立 也强调统一 所以你不能光说 对立错了 C 错在什么地方 施工方项目管理工作 涉及到项目14阶段的全过程 那么刚才在表上特意给大家讲了 五家人家就这个施工方邀儿子 他呢 没有 说权 他特别是他没有把施机前准备放进去 他从施机施工 到动用到保修都有 就是没有设计前 设计准备他没有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以偏盖权 因为另外四家 他基本上说 大致的说 这些人家的项目管理是在什么阶段 是设施阶段 你不能一糊涂话票 说施工方项目管理工作 也在设施阶段 完整的过程 他少了一个设计前 这是教材上特意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第一 施工方项目管理的目标 是根据生产和经营情况确定的 那不是所有的目标 不是所有的目标 因为你的质量目标 你的进度目标 是要跟着合同走的 不是你自己的生产和经营 可以自说自话决定的 但是你的成本目标 这个目标没说清楚 应该是强调成本目标 是跟生产经营挂钩的 成本目标是和生产经营挂钩的 所以最后这道题呢 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坚定了选A 再强调一遍 施工总承包 施工总承包管理 包括施工的分包 都归到一个词 施工方 这个大范畴里面去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说法 准确的有 A选项 一组方是整个工程项目 生产过程的总组织者 那么也就是说一头一尾的话 A是总组织者 这个观点是不错的 A是总集成总组织者 B 建设工程项目和参与方的工作性质 和工作任务不尽相同 每人的利益不一样 站的角度不一样 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 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 不尽相同 对吧 一个是 刚才A选项是强调 一组方是总组织者 这个强调是 各参与方 不尽相同的性质和任务 我们说这些观点 都是准确的叙述 这A B 然后C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 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项目的费用控制吗 仅仅是费用控制吗 错了 三大目标呢 是吧 费用 进度 还有什么 这个质量 所以这个C显然是 以偏概全 不对 第一 施工方的项目管理 是项目管理的核心 这个显然是 说错了 我们项目管理的核心 老大 我经常讲 就是这种通俗的技法 五家中间的老大是谁 是一组方 所以 第一有错了 一 实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需要有明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目标 对呀 一个项目 你当然要有明确的三大目标了 是吧 投资 进度和质量目标 所以答案是A比E 当然 这是我们现在在讲课过程 在考试过程中 做这样的题目的话 有些同学突然的会有一些想法 说你这个题目啊 这个 有些观点 比如说 这里到底是 投资 还是费用啊 假如说你在考试的时候 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我支持你的想法 你这个选项可以不选 因为 要确保 多选题 要确保你选的选项 都是百分百准确的 这样才能够得到 每题的有效分 好 这道题目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项目经理应具备的技能 这个是在整个这五到十页里面 大概在第八页上的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页呢 也是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页 因为我们觉得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很凌乱很分散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出题人 喜闻乐见 每年在这个地方出一道题目 比如说19年出了一道什么题目呢 就是项目经理应具备的四种技能 这四种技能是什么呢 项目管理技术技能 领导力技能 商业管理技能和战略管理技能 这是19年考的 所以显然这道立题的话呢 是19年的真题 那么答案自然是选D 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在这个内容上呢 我们曾经考过另外两道题目 一道就是项目组合管理 大家在这一页上呢 也要稍微去看一看 还有一个呢 友情提醒一下 我是未雨绸缪 就在这一页上 还有一个小点没有被开发过 就是专业性建设管理的核心是什么 应该是建设项目控制 也就是大家要记住 用的词是项目控制 对应的是什么呢 叫专业性建设管理 那么我们是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好 我们对讲过的这一节 做一个简略的总结 这一节呢 是第一章的第二节 讲的主题呢 是项目管理这四个字 那么首先是项目管理的内涵 最重要的呢 是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要强调是目标控制 目标控制 然后项目管理的类型呢 有五类 五家人家 一组方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包方 是项目总包方 是设计家施工 设计采购家施工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一定要强调三大考试方向 再替大家归纳一遍 第一个方向是利益 利益 第二个方向是我们讲 是他的阶段 第三个方向是目标 目标当然对应的是什么 是任务 那么同学们呢 在看书过程中 听课以后呢 在仔细看书过程中 在一个一个对号录作的 把它搞清楚 比如说 我们讲到这个利益 那么一组 就是一组方利益 一组方的 这个项目管理 就是我们的一组利益 对不对 那么其他各方呢 又有自己的利益 要带着自己名字 说自己的利益 然后还要有项目的整体利益 从阶段来讲呢 主要的侧重点 那么一组和项目总包 是全是四阶段 而施工偏施工阶段 设计偏施机阶段 而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供货房 它是施工阶段 主要在施工阶段 当然在我们谈到 有目标对应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有目标对应任务的时候 请大家特别关注一下 项目总承包方的相关的任务 它除了一般的 我们平时讲的三控三管以外 加了一些内容 比如说什么资源 比如说什么沟通 这个风险 这是对谁而言 对项目总承包而言 请大家注意 刚才那张表里面 个别的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打个补定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内容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那么这一章第二节 要比第一节分支高一些 主要高在哪里 就是高在这个五方管理 五方管理 好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这是2020年一级建造师项目管理 考点金奖班课程 环球网效的 谢谢您 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